这几天各地早晚明显偏凉 但是到了白天 温度明显回温感受舒适 不过根据预报模式显示 很快到了这个周末 将会迎来今年入秋之后 最强的一波冷空气 局部沿海地区 低温可能会下探到15度 加上水气增加 体感温度可能还会更低 天气变化相当的大 而时序也进入了流感季节 但是今年流感疫苗施打率 比往年还要低 有医师就担心 民众不打流感疫苗 可能会让今年冬天 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流行 虽然阳光藏在云层中 天空感觉还是灰蒙蒙 但感受上明显回暖 不少人直接穿短袖走上街头 但预报模式显示 到了周末就会有吸一波 冷空气南下 温度较明显流滑梯 苗栗以北 沿海空旷地区这个低温 大概会有机会来到 接近15度体感温度 有可能会比这个 所谓15度再低一点点 持续的时间 大概会持续个三四天左右 以最新预报模式来看 周四因为改吹东风 宜兰花林沿海 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但其他地区影响不大 不过到了周六 将有封面通过 雨区范围将会扩大 等到周日 东北季风就会接力增强 不排除迎来今年入秋后 最强一波冷空气 各地温度都将油感下滑 天气说变就变 也宣告进入流感季 但从10月1号到28号 流感疫苗施打首月 才打了285万剂 跟往年动辄 300万剂以上有落差 施打率偏低 也让不少医师担心 今年冬天 恐怕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 双重大流行 今年可能不到去年的三分之一 这个疫情也不可能 永远这样停歇的 它总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它会流行起来的 一流行起来就很快速了 由于今年预测的流感流行株 和去年A型的H1 H3型的疫苗完全不同 流感和新冠疫苗更无交叉保护效果 不想两种疫情同时大爆发 民众流感疫苗该打还是要打 避免增加更多防疫难题 也才是整个头道